字幕彭 struggling can't be the only one opportunity to do with Gonna? 我在設計的行業 Lee 我有一個角色 我的角色是甚麼呢 就是幫設計師去完成他的作品的工作 但問題在其他設計師的概念是甚麼 究竟他如何想法呢 其實我想知道 我就買書看,看一看一看一大堆這些東西 把這些東西歸納之後,我覺得值得 因為這些都是幫你很快去找到一件東西 然後去參考創作 我認識的那些就是當年大一正營那些 為什麼我會認識他們 當然他們都很聰明 基本上每一年畢業班 我就被邀請去講一堂,講製作 如果你懂得鑑鼓資金 因為這是當下一種快速即成 為解決當時困難而做出來的事 亦都對,因為analog很難 誰有放大機,誰有感光的東西 很麻煩 正正出現就解決了很多廣告製作公司 即是世間幾個人 總之以前你不是有Gerber機,有廣告戒指 你想想,當時我眼中看著,我現在回想 一切就是要立刻做,要解決問題 不是說不出來的 EPS字就是這樣 你可以做字,我等不及了,我們要去 連中文式都沒有,你也可以用 這些裏面的歷史呢 就在你的mother那本 可能找一個人設計說完 跟著分開出來之後 用box set 做一套書box set的成 set 訂出來 或者分期出 老師明白 過去加現在 未來就會更好 如果不知道 就可能有一些誤解 正正貓書 我認為在transitional period 怎樣走過來 如果你有經歷過 我們說letting 我們說concise Pyker也不要說 讓你明白 有這些setting 是因為要設定visual hierarchy visual order 要不然我們不用做透視 如果就這樣說 如果大家沒有學習過這 什麼叫透視 因為這是技術的術語 當然繪畫的人當然懂 或者讀過設計的人當然懂 但一個秘書或者管理層 去購買 我們叫visual merchandising 那些秘書買 或者minding那些人買 這個又另一個大課題 minding走去設計之間的 雙融合之間又會怎樣 但我會視為 現在尤其是經過時間推演 自己又見得多了少許 我就會看到 這類人的工具書當年 80年代都很流行的 就是一種具體怎樣演繹 一種視覺 是被製造出來的 有說法 Analog和Digital 這個過程是應該要被解讀的 重新 讓他們理解 從傳統怎樣去製作 至到過來 他們有相互的關係 這個陰脈相成 他們的理解 今天就更容易 要不然 真的out of the blue 意思是 我經常問他們 你知道為什麼這樣嗎 他們完全沒有頭腦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我現在很多嘴 經常說 因為這樣 所以才會這樣 要不然 你現在裡面的功能 根本是因為以前有傳統 我們才會這樣 正如你剛才這樣 量度的字 現在真的不用了 除非你說 在他們整個學習過程裡面 要給一個project 是不准用電腦 謝謝 謝謝